大家好,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黑神話悟空 27個炮酒屋強度排名 黑神話懸浮地圖加100%掉落mod 一分最久,十分最得 黑神話悟空擁有27個炮酒屋 今天來盤點一下每個炮酒屋的強度 標準如下 S屬於無論什麼構築效果拔群 強烈推薦 A加一些特殊構築必帶 A是屬於效果不錯 高低棕木都可以帶 B是拿到後好用 但會隨棕木變高而貶值 或者是拿到的時候一般 但會隨著棕木變高升值 C是屬於成純為了獎盃收集用的 正天開始前先進一段廣告 有的炮酒屋需要刷藥材 有的炮酒屋在很隱密的地方 這種情況怎麼辦呢? 我刪了 這裡我給大家推薦汽油加速器 汽油加速器可以搭載內置小地圖 可以在遊戲中自由打開關閉 讓你輕輕鬆鬆找到所有收集品和BOSS 並且可以一鍵傳送到關鍵點位 這裡我就一下子傳到了 炮酒屋童玩的位置 好用到飛起 並且這個小地圖還可以用來查看成就 簡直是白金玩家查肉補缺的神器 另外 旗遊裡還有很多熱門MOD合集 對於一些刷得非常痛苦的玩家 可以下載百分百掉落MOD 你也可以換裝成TIFA解鎖新的最終幻想體驗 大家快去體驗一下吧 可以在首頁輸入口令Stabway領取免費時長 那麼正編開始 擺花蕊 打完第五張後購買 會消除所有異常狀態 D周目比較好用 三周目往上抗性疊上去之後 基本上都是勢哉不清 所以有我放在幣 淨屏柳葉 二周目拿到 可以讓你還魂時回滿葫蘆 但是就我個人遊玩體驗而言 二周目幾乎是亂殺 沒有什麼還魂的機會 沒有什麼用 但是四周目往上BOSS攻擊力很高 給一個位置給淨屏柳葉相當於多十口酒 至於用清甜葫蘆的就別帶這個了 嗯 這裡我排在幣 龜類 滿血時喝酒恢復二十點藍 二十點藍太少了 一周目推圖時帶著滿血回藍 然後用西綠點來回復葫蘆 二周目往上可以帶清甜葫蘆回藍 但也是僅限推圖 畢竟BOSS陣中二十秒左右補滿的清甜葫蘆 沒有多少人會用它藍 滿血補藍 嗯 二十點真的太少太少了 完全不推薦 我放在西 困隆虛 定身要么就是打不到 要么就是一套打破 延長這個時間沒有什麼特殊的必要 而且這個獲取地點大家也都會錯過 大部分人估計是茶肉補缺食拿的 然後拿到後也就放著了 純純是為了獎盃收集用的 我放在西 十二重樓膠 增加破銀一機的傷害 這裡展示一些測試 總之就是玩破銀一機流的B帶 我放在A加 銅丸 前期在練銅頭鐵壁的時候可以帶一個 因為可能需要經常喝酒 後期跟氣點上 銅頭鐵壁點滿 銅頭鐵壁根本不怎麼耗藍 這時候用銅丸還可以加藍 喜歡玩銅頭鐵壁的B帶 我放在A加 靈臺藥苗 大概可以增加8秒的分身時間 在玉冠英葫蘆能保證分身生存的情況下 撥8秒是可以打出非常可觀的傷害的 喜歡玩身外生法的B帶 我放在A加 血旗子 會延長安身法時間 安身法點滿的話 血旗子差不多延長5秒 但是就我實戰中的體驗來說 5秒並不會讓你有太多的操作 所以我也把它排在C 瞌睡重退 正負效果都很明顯 喝完移動會變得很緩慢 持續15秒 但是對於法術的CD減少也是很顯著的 它這個兩槍15秒算的是你喝下去的第一口 如果你一口氣多喝幾口 它不會重新計時還是會算你第一次的 或者你喝下第一口之後立馬聚情散氣 也是能行動自如的 嗯,但我整體來說並不是很推薦 因為玩下來感覺 染量才是法術流派最大的敵人 而不是冷卻時間 嗯,這裡排在C 倒馬毒鉤 讓自己中毒 配合情狼仙與絲套 下毒手 傷害爆炸 這個流派的必備 我排在A加 指紋相合 生命掉到20%以下 喝一口能夠大大的增加生命恢復 如果你帶了未來豬 觸發未來豬效果後 喝一口幾乎能回滿 尤其是高週末 很多時候剛開打 你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BOSS一個照面 就讓你進入生命垂危 還有一個輪椅套裝 牛魔套 50%血量以上是霸體 50%血量以下就是普通人 如果你仗著霸體網上頭 沒注意血量 突然發現自己被打飛了 十有八九就能夠觸發指紋相合的生命垂危效果 我排在A 封山石垂 雖然看起來和靜庭柳葉一樣 都是在酒數量做文章 但它比靜庭柳葉強的是 它可以在一週末第四章就可以拿到 而且二週末網上可以和青田葫蘆打配合 青田葫蘆裡就只有一口酒 有的時候白嫖一口也是非常不錯的 我這裡排在A 鐵蛋 飲酒霸體並且獲得30%傷害減免 有的人覺得沒有啥用 但這個我個人覺得週末越高越有用 低週末boss的快速連招一般不會幹掉你 傷害高的大招後搖也大 即使中了也能有空當喝酒 但是高週末boss小連招很可能直接帶走你 鐵蛋能讓你穩穩的喝一口酒 這裡我排在B 輕鬚倒果 效果是有的 可以讓你無腦瞎滾也能觸發閃聲 但就怎麼說呢 喝了這個能讓我閃得很好 我閃得很好就不需要喝酒 但如果我不喝酒我就沒法繼續閃得很好 我要是本身就能閃得很好我也不需要這個 然後用了這個還會影響我對閃聲時機的判斷 所以我這個排在C 雙冠雪 一二週末遇上毒怪很好用 三週末往上就不需要了 因為你的抗性可以堆到很高 如果遇上無毒的怪 雖然它可以和倒馬毒鉤一起觸發5%暴擊 但是不如兩個胡捨立 所以屬於前期比較有用 後期越來越乏力 嗯我排在B 會性藍 可以和搖齒連齒放在一起 回血效果可以疊加 且不受到無鬼葫蘆或者妙玉葫蘆治療效果減半的影響 前期是比較好用的 嗯只不過週末越高這個就 這個治療效果就比較乏力了 不如直接換上梭羅熊牙 所以我排在B 搖齒連齒同會性藍 嗯排在B 不老騰 我之前的視頻裡講過 這個遊戲只有前兩章需要注重氣力管理 一週末後期 尤其是高週末就不是很需要 如果它在前兩章拿到 那是可以有用的 但是它在第四章快結束的時候 靠瘋狂刷才能拿到 嗯基本上我覺得沒有什麼用 刷它只是為了全成就 嗯所以我排在C 虎舍利 一個可以加15秒的5%暴擊 拿到三個可以疊加 簡單粗暴 暴擊的提升是這個遊戲最需要的東西 配合清甜葫蘆是可以勉強達到一個常駐的暴擊效果的 然後你如果玩暴擊流啊或者是別的什麼流派 增加暴擊總是可以的 所以我排在S 說羅窮牙 15秒的10%傷害減免可以疊加三個 清甜葫蘆加博山爐加三個梭羅窮牙再開個釘封珠 你如果再帶個D羅叉 對方打你彷彿沒有吃飯 非常萬能 我排在S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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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疊 我可不可以疊 也不想遮下 分別 我可以疊 我可以疊 你疊 你疊 我疊 你疊 你疊 我疊 你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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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骨银升 银酒后获得棍室 不算多也不算少 个人感觉就是 如果被boss一套打的 一直需要喝酒 这个可以帮你快速回棍室 让你打一个山序重新掌握战场节奏 效果还是有的 高低中目都能用 所以我放在A 青山骨 银酒后获得30秒生命值 没啥用很难刷 我放在C 胆中猪 七粒角 甜血 火焰单头 银酒后增加15点对应耐性 没有什么用 纯纯为了收集 胆中猪虽然给得早 但居然在闯扯进打广谋之后再给 完全无法理解 这四个通通 给C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这就是我心中的排名 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样了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 谢谢支持 小老弟切记 一分醉酒 十分醉俄 老弟切记 openings 我以后 下作过